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Jazz Up第三集 我是主持人Mark亮,亦都很感謝JPP Studio 來幫我們製作這一系列的Jazz Up結他講座 我們上一集就示範了Drop Free和Shell Voicing的分別 亦都講解了Drop Free是幾時來用比較好的 今集我們就直接來講Drop Free的結構究竟是什麼 Drop Free不是很難理解的 如果在座的朋友是懂得closed position的話 你就會很容易了解Drop Free是什麼 如果以四粒cord tone來計算 例如A-7,A,C,E,G四粒來計算 它只需要這四粒排到最近 那四粒音中間再攝不到任何cord tone 你就叫做closed position 所以會有四個排法 而按著那個closed position 你只需要將由頂頭最高的第一、第二 去數到第三粒 扔低八度 你就會成為Drop Free Drop Free就是把第三粒 Free就是Free Drop低八度 所以以上次Summertime的Key 以A-7來計算 我用A-7的話 譬如這個頂音我用E 那只要closed position數下去 E,C,A,G 是closed position 那第三粒是什麼呢 E,C就是A G就是第四粒 所以我將第三粒A Drop低八度 就會成為了 Am的Drop Free E,C,G,A 這個是A-7的Drop Free 如果大家已經了解了這個結構的話 那你就會很容易想像 其實是起碼有四個 因為closed position 四粒Cord tone 可以排到四個inversion Drop Free理論上 也會有四個的 但是我們就不是每個都那麼常用的 我們稍後 或者下一集再講解 而想讓大家感受一下 Drop Free的魅力 或者Share Voicing 他們的分別 那接下來我們彈一段 上課的Summertime 然後 但是只有結他 因為Maggie今天不在 那我們就一起 即是只彈結他 那我會盡量是 focus在用Share Voicing 用Drop Free 也會用Single Line的Solo 簡單單單的示範一下 這三者 跳來跳去之後 會有什麼效果的 好嗎? 那我們彈Summertime了 OK 好嗎? OK 其實除了剛才由closed position演算起drop3的計法之外 還有另一個由share voicing推論出去的drop3的計法 譬如第五把位A第六弦第三四弦第五格G和C 這個Am7的share voicing 由這個去數起我們可以在第二弦加多一顆和C最接近的chord tone 第三弦這個C向上再數,Am7就會數到第二弦的E 而加了這顆音就會是drop3 而第十把位也有個Am7 我們第一集教過 就用了第六弦E 然後第四弦的C和第三弦的G 然後在和G最接近向上數就會找到A 第二弦的A 所以就會是 我們就會找到另一個share voicing演算出來的drop3 聰明的大家應該在這一集學到關於drop3的知識了 其實drop3還有很多的按法 也不單止是四個inversion那麼簡單 它還可以有很多其他變化和衍生出來的手型 是不是很想知道呢? 如果想知道的話 就歡迎收看我們下一集第四集 drop3 and Extensions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JazzUp的頻道的話 歡迎大家like,subscribe和share我們的頻道 我是Mark亮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很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Channel的話 請你like,share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如果你想定期收到通知的話 可以按一按Youtube這個畫面下面的小鈴鐺 你就會定時收到我們有新片的通知了 多謝大家,拜拜